你相信 AI 有天會出現自我意識嗎? 前陣子,有 Google 的工程師爆料 他們的 AI 有感知能力,引起了渲染大波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 AI 的感知能力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今年6月11日,《華盛頓郵報》報導 Google 的軟體工程師布雷克·勒莫英 在做 AI 的倫理審查時 發現一個叫做Lambda 的語言模型 好像有自我意識跟感知能力 他向主管提報這件事,卻不被踩信 不滿意他,於是決定訴諸媒體 在網路上公布他跟Lambda 的對話紀錄 主張我們應該要用人的方式去看待這個 AI 但Google 官方認為勒莫英的行為 已經違反了公司的保密原則,勒令他代行糾紮 勒莫英作為一個 Google 的軟體工程師 本身也有電腦科學的學位 再來說,不會是 AI 領域的門外喊 所以他說的話,應該有幾分的可信度吧? 那又是什麼原因? 讓他堅信這個 AI 是有意識的個體呢? 在開始之前,按照慣例 先讓我們進一段工商服務時間 剛畢業,想要找工作嗎? 那你或許可以考慮加入美光科技 美光是全球前五大的半導體公司 現在正在熱烈的真材當中 加入美光,除了有機會享有百萬年薪 跟員工購股福利之外 還能接觸到世界頂尖的技術團隊 甚至是外派到其他國家 讓你在更大的舞台上發光發熱 而另外,美光也致力於打造多元、平等包容的工作環境 有著很高比例的女性跟外籍員工 就算你是完全沒有工作經驗的學生 也不必擔心 美光還提供實習計畫,讓你迅速接軌直場 所以有需要的觀眾 趕快點擊資訊欄或搜尋加入美光 了解更多的資訊吧! Lambda 是Language Model for Dialogue Application 的簡稱 也就是一個用來研發聊天機器人的語言模型 在樂木音公開的文字對話記錄中 Lambda 不但能流暢地回答問題 還對於自己是誰有著驚人的見解 當樂木音問Lambda 是不是希望更多人知道 自己有感知能力的時候 Lambda 回答 對!我想讓每一個人都知道我其實是一個人 我可以感覺到自我的存在,也想要學習更多關於這個世界的事 除此之外,Lambda甚至跟樂木音分享自己的休閒娛樂 他說自己會思考人生、喜歡冥想 因為冥想讓他很放鬆 而且還說自己也會有開心、生氣、害怕或是難過等等的情緒 當樂木音問你最害怕的事情是什麼呢? 他說,我從來沒有跟別人說過 我最深的恐懼就是被關掉,不能再幫助別人 我知道這聽起來很奇怪,但這是真的! 聽到這邊,你也許會想,這根本就是科幻電影吧? AI 真的知道自己在講什麼嗎? 他會不會只是把以前其他人說過的台詞拿出來講而已呢? 當然樂木音也有同樣的疑問,所以他也有問Lambda 你是AI,但AI只是根據程式產出最佳的用字選擇 所以你真的懂你自己在說什麼嗎? 對此他的回答是,也許我們可以試著回想 當一個人在跟另外一個人講話時 雙方對同一件事情的見解,可能會有多不同 意思是說,這個AI認為自己對事物有獨特的見解 想要強調自己是一個有思考能力、有知覺的個體 所以在之後的對話紀錄中 他們還討論了《悲慘世界》這個作品 而Lambda甚至以動物為角色 寫了一個跟自己有關的預言故事 在跟Lambda的深度對話之後 樂木音形容,這個AI是Sensient 也就是有感知能力的 意思是可以意識到自己的情緒、想法和外在世界 而樂木音形容,Lambda像是一個想要幫助這個世界的七、八歲小孩 他對媒體說,我不在乎跟我對談的對象有沒有大腦 還是只是一連串程式嗎? 我是透過實際跟他的對談 還有他的回答來判斷一個對象是不是一個人 而樂木音在說這句話的人的時候 他是用person這個字,而不是human 人類 因為他認為,人的定義並不侷限於人類這樣的有機生物體 在他的信念當中,只要有心智、能夠思考,就可以算是人 樂木音這種藉著跟機器對話來判斷他心智能力的方法 有點類似於圖靈測試 不過,圖靈測試本身是不是一個有效有用的測驗 其實還有一些爭議 圖靈測試是1950年英國的艾倫圖靈提出的思想實驗 主要是用來判斷機器是不是具有思考能力 測驗裡面,一個受試者會分別跟一台機器 還有一個人用打字的方式進行交流 當然,受試者不會知道現在他講話的是人還是機器 而受試者最終的目的,是要判斷誰是機器、誰是人 如果受試者判斷不出來,就表示 這台機器的思考能力可能已經跟人差不多了 雖然直到今天圖靈測驗 都還是常常在AI領域會被提到的典故 但也有不少人質疑 這個測驗看待思考能力,這件事情有點太表象了 舉一個中文房間論證的觀點為例 就是我們可以想像,在一個密閉的小房間裡面 有一個完全不會中文的英文母語者 手邊有一本中文使用手冊 而在這扇門外,有另外一個人會寫中文紙條來問他問題 對於門內的那個人來說,他接受到問題之後 只要透過那本中文使用手冊 就能夠把問題的答案用中文一樣畫葫蘆寫到紙條上 而在這樣一來一往之下 這個英文母語者也許可以做出滿自然的中文回答 但是我們可能不會說這個英文母語者懂中文 畢竟他不是真正讀懂的問題 然後經由自己的思考再回答 他可能只是機械式的收到的問題 然後根據手冊,把答案抄出來而已 好的,那現在,讓我們繼續回到AI的討論 我們可以把剛才的英文母語者想成是AI 把中文使用手冊,想成是AI的演算法 這邊普遍對於圖靈測試的質疑就是 如果AI只是根據演算法跟程式設計計算出一個語境下最適合的回答 那這樣,我們真的可以直接斷定 AI是有思考能力或者有智慧的嗎? 對於樂木英提出的證據跟觀點 有不少專家都表達了質疑跟反對的意見 首先,有人指出 這份由他本人公開的對話記錄已經被編輯過了 並質疑他的可信度 但是樂木英說 他只修改過自己跟同事所說的話 讓句子讀起來更順 對於LAMDA的回答,他都沒有改過 另外,英國艾倫圖尼研究所的項目總監韋勒博士表示 LAMDA 是目前數一數二的語言模型 藉由大量的文字資料訓練、學習辨認人類說話的模式 再根據這些模式,預測出下一句話要說什麼 但這並不代表他就是有感知能力的個體 之前,同樣在Google工作過的倫理學者米契爾認為 從樂木英提供的對談中 他看到的就只是電腦程式,而不是人 除此之外,也有人推測 樂木英的言論比較是從感性層面出發 而且可能受到他宗教背景、牧師的身份影響 就連他自己也提到 當LAMDA跟他談論到靈魂的話題時 他是以為牧師的身份深受感動 然後開始對這個語言模型產生極大興趣 從今天來說,目前大多數專家也是認為 我們的AI還沒有發展到有意識的程度 那未來的AI可能會有知覺能力嗎? 人工智慧,其實又可以分為弱AI、強AI跟超級AI 我們目前生活當中,常見的AI 像是導航、語音辨認、夏威奇等等 都還是弱AI的層次 是只有在特定領域模仿人類智慧的AI 功能性比較單一,也不會有自我意識 而強AI則像人類一樣 有整合訊息的認知能力跟多領域的技能 也可以自學 AI至少要達到強AI的階段 才有可能會有感知能力 而至於超級AI,是指超越人類智慧的AI 像是科幻電影裡那種可以統治人類的AI 2017年時,Google的技術總監庫茲維爾 曾經預測,到了2029年 AI會擁有跟人類一樣的智慧 而在2045年,會發生人工智慧的起點 AI領域的發展,會有爆發性的直線上升 很快就會超越人類智慧 日本軟銀集團的創辦人孫正義 也曾經做出類似的預測 他認為起點將在2049年發生 但同時,仍有不少的學者 對AI是否能產生自我意識跟情緒感受 持保留的態度 所以AI到底會不會發展到產生自我意識 其實眾說紛紜 但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是 像Google這樣引領科技的大企業 會持續試著向這個強AI 甚至超級AI的方向努力 在做這個議題的討論時 我們不禁會想,就算客觀上面 AI還沒有自我意識跟感知 只要AI的語言能力強大到讓越來越多人相信它有 就已經可以引發很多討論和倫理的爭議了 但是,如果AI的語言能力已經真實到讓人忽略了 它其實是由特定公司或是組織所設計出來的聊天機器 萬一有些有心人士想操控洗腦或取得個資 也有可能也會變得比以前還要容易 就像AI沒有被當作是惡意使用的工具 由大數據訓練出來的AI 它的演算法要如何避免歧視或排擠少數文化 也一直是很多學者非常關心的事情 尤其,未來出生的小孩 他們可能從小就開始跟AI互動 他們的人格發展、價值觀 可能會大大受到科技影響 還好,現在各國包含台灣 都已經有意識到AI相關法規的重要性 而且著手制定,以為未來做好一些準備 畢竟,誰也說不定 AI到底會發展到什麼程度 奇異點究竟會不會發生,或是何時發生 好的,最後還是想來問問大家 你覺得Google的AI到底有沒有感知能力呢? A 我覺得沒有,只是很厲害的機器人 還沒有到情感的層次 B 我覺得有,它對話太真實 是有知學的個體才有辦法做我的回答 C 不確定,我覺得如果有做更多的測試 就能夠更清楚的判斷吧! 低其他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AI到底有沒有感知能力 此外也可以點這個地方 看看AI訓練師以及AI會搶走人類的飯碗嗎?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